天坑底部发现和恐龙同时期的生物你敢信吗 发现了一个大脚印 这里是贵州紫云的一处偏远山村 据村里老人传说 一条黑龙从这里飞入天空 当地人称之为黑龙坑 就在我们连续所叫200米来到底部后 各种不知名的植物 一条超大的地下暗河 门热潮湿的气候 仿佛我们来到了热带雨林之中 大家可以听到下面那有很大的流水声 下面的暗河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这棵树上面做好了第一锚点 就准备往下 这里下去是一片树林 树林下面就是很光滑的岩壁了 从我们这个位置往下 应该是最好下的地方 对面都是绝壁 对面的话应该是300米的岩壁 所以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从这个位置下去会简单很多 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下面是很大的一条河 还发了洪水 一路下来 200米的绳子 听说刚好到底 然后这包绳子又放在这里了 我们继续往下 下面很大的木器 这里下去一绳到底是 接近30米 下来后来有很多的香蕉树 然后在这里发现了滴水观音 好多这样的滴水观音 这个天坑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 我们队友已经都下来了 然后准备往那个洞道前进 天坑底部很多的这种细心 哈有细心 在这里还发现了这种金黄色的这种菌子 从这个木板上面长出来的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相机 已经完全摔碎了 屏幕摔碎了 防水盖不见了 还能开机 还能开机 还能录像 你看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运动相机 但是还可以录像 还能开机 还能录像 平一碎了 两个平都碎了 现在我们往这个洞道出发 看看这个洞道有多剩 这里下去是一个80度的洞口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这种木头 下面也是 这些木头应该都是从天坑顶上啊 掉下来的 大概直径是 25公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木头 看这里很多 下面也是 这会不会是金斯兰木 这个洞口看起来并不大 这一根呢 是最大的一个木头 大概是 35公分的直径 这里还被琢磨了琢过 这应该是一根青钢树 哇 这个洞道好大 洞亭的高度大概是 六七十米啊 这个洞亭是很高的 像一道巨大的门 这个洞 看来还经常塌方 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塌方下来的石头 这边出现了种乳石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脚印 看 这里面还有一只 鹅牛 还有这样的花纹这个楼上 我们 继续往前 看看这个洞道有多深 洞墙好大啊 哎 这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螺 这个像海螺一样 从洞口进来300米 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水塘 这应该是最近是雨季啊 所以它可能才会有水 如果不是雨季的话 这里是没有水的 这个岩壁看起来也特别壮观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洞道 这里没有发现过有人为下来过的痕迹 可能以前古人没有在这里面熬过销 这是什么 这个坑里面也有很多的螺 一些小螺 哎呀 哎呀没路了 这上面没有洞道 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下地下岸河那里 这个洞呢 进不深 现在我们去看看地下岸河 从这里到地下岸河那里 水中滑溪 下面还有一块坝子 好像是水冲出来的 这个位置非常的光滑 很有可能是上面的水冲下来冲出来的 但是这个岩壁上又没有发现有水冲过的痕迹 这个就很奇怪了 在这边呢是这样的香蕉树 因为这个天坑底部啊有点闷热 所以就长了一些热带的植物 我们决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 进入那个地下岸河去看一下 我们沿着这个水流冲刷出来的一条坑坑 然后往下走 走那些荆棘林里面呢可能会有蛇 因为刚刚在上面开线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条蛇 这个滴水观音呢它是会结果的 看这就是它的果实 但这个有毒啊大家千万不要吃啊 大家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窝非常珍贵的 绝类植物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窝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 看起来像南草 但是它不是南草啊 看它这里长了一个包包 看这么大一个牛子 一个圆的 这个非常的稀少啊 第一次见 哇 没想到这个植物它会结这么大的牛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坑底的这些植物是非常茂盛的 这下面可以说是制成生态系统啊 这里的毒蛇非常的多 所以走这样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里面非常的闷热 现在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看前面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帝王椒 接了好多 这么大的一窝天然芯 看起来像芋头一样 但是它不是魔芋啊 这个芭蕉树好光滑哦 这里看上去特别的壮观 大家看这个天然芯就长得有点长哦 拐来拐去的 最终拐到了这里 好大一窝天然芯 在这个天坑底部还发现了这种羊活 野生羊活啊 野生的对 很香你问一下 嗯就是这个味道 这个是野生的什么 野生的羊 羊活 这个是野生的羊活啊 把一颗出来拐一下 嗯好香啊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这种酸汤梗 这个很酸 可以提神 呀好酸啊 现在我们感觉像是穿行在原始森林里面一样 这个芭蕉树上面还长了这种白色的菌子 不知道这是什么菌 可能吃了会糖版版的 千万不要乱吃 沿着水道一路下来 水从这里穿过去的 水从这里穿过去的 现在水没有穿下 我的天哪这个水流到哪里的 哇这个有湿 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残腿 哇这是什么梭螺吗 哇这个是梭螺的叶子吗 这不是 梭螺树啊 哦到了到了 什么情况 到了到了到了 都开云朵 哇好大的地下岸河 看这个河水有多大 最近是雨季这样的地下岸河是不敢看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地下岸河它究竟通到何方 如果提前知道它有出口的话就可以走 但是这全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不敢去了 然后我们决定原路返回 从天坑底部爬上去 这个天坑呢现在雨季不敢进入地下岸河 现在我们要爬上去等冬季再来 这个天坑呢我们已经探完了下面很大的水 但是下面发现了很多的珍惜植物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